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明镜聊天室 我是维仁 相信各位观众朋友一定都已经听说了 在这个上个礼拜三 川普总统对这个华为下达禁令之后呢 谷歌也在周日追随着美国商务部的脚步 表示要暂停取消部分华为手机的访问全线的计划 昨天呢又有很大的翻转 美国的商务部他们就提出了90天的临时许可的豁免禁令 所以在这个转展这个情势演变之下呢 谷歌也暂停取消华为手机部分访问全线的计划 所以现在呢其实是大家不知道 接下来Android的系统在华为手机上 到底会接受到什么样程度的禁令 不过呢其实对于美国提供技术和软体这方面呢 华为是原本就很有这个防备之心了 早在今年3月的时候呢 余晨东就说 已经为智能手机和电脑开发自己的操作系统 作为他们的B计划 当然Android和这个Windows还是他们的首选 但是呢在现在这个十分严峻的经贸环境之下呢 其实他们非常有可能把他们的压箱宝鸿蒙拿出来使用 其实这个鸿蒙呢大家可能都是这几天才听到 不过呢这计划呢是从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研发了 而这个系统呢其实对于像我这种对于科技 是了解一个皮毛的人来说呢 对于Linux的系统到底这个是开放是关闭 对于他跟Android之间有什么样的相容或是排斥的部分 其实我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们今天也访问到了在科技领域 十分了解的我们的网友王博士先生 针对鸿蒙是什么呢 以下就是他今天接受我们访问对我们做出的解释 所以说华为这个操作系统可能是在Linux上面 把安卓的这个这部分 就是谷歌开发的那个安卓这部分 置换成了他自己的这部分系统 然后再做到跟安卓兼容 这个我觉得如果从商业上运作的话 他一定会做到跟安卓兼容 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对用户来说 用鸿蒙系统和用安卓系统可能没有任何区别 那么今天我其实还看了一下 明镜新闻评论员何总的一个帖子 说余晨东说他的系统还会比安卓系统更加好 这都是有可能的 其实这个里面我觉得 从我们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讲 其实有一些我们并不是很明白的 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上 华为完全可以做到推出一个自己的系统 但是对用户来说就跟安卓系统差不多 没有什么感觉 因为谷歌的整个这个系统里面 唯一不开源的 就是谷歌的系统本身 它就是一个开源的系统 任何的就是厂商都可以把它的原代码 拿过去进行修改定制 那么具体就是说这个东西 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就是哪些它可以拿到 哪些它不可以拿到 是不是开源的 那么开源的系统对大家来说 就是原代码开放 这个程序大家都可以拿过去用 放在网上公开的 那么对于这种系统来说 美国的禁令会不会影响到它 这个东西是需要版权法律的专家 去来探导和决定的 我们技术人员都不是很清楚 所以其实就要说到这个 闭源跟开源之间的差异 那其实大家如果喜欢使用安卓系统的话呢 很多人他们选安卓系统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跟苹果的系统比起来 它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系统 就像刚刚教授说的 在这个谷歌的界面上面呢 很多东西你是可以开放的 你可以去改变它 你可以做出调整的 但在像Apple 苹果的系统当中呢 就没有办法 所以呢 就非常的复杂 今天我们跟教授 进行了很久的讨论之后呢 其实基本上 在这些软体 这些技术呢 它都是开放给所有大众的 所以今天在知识上面 华为是绝对有办法 也接下来持续会有能力 去来取得这些软体上面的 等于应该可以说是知识吧 但是美国它在什么时候 它可以介入来说 这个智慧产权 这个是不可以让华为你来使用 而且他们是要凭借什么样子的法律 去界定华为 让它不可以使用这些 已经是在Linux上面开放式的技术 这将会是接下来 大家就是像技术人员 不是很了解的一个领域 那可能是在贸易战当中 他们到最后会需要去谈论的一个细节 所以目前90天的这个临时许可呢 我相信在这当中的贸易战 也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Linux呢 它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 它就已经展开了他们的研发计划了 当时呢 华为是在芬兰设立了手机研发的中心 这也是手机他们竞争对手Nokia的老家 在这个Nokia的老家呢 招募了手机的操作系统架构的技师 和其他的技术人才 一开始的时候呢 华为的团队只有20名工程师 但是呢 他们后来在芬兰的一些大城市 扩大了他们的队伍 就是在为华为希望可以代替Android的这一刻做准备 那我们其实有看到张照片呢 是2012年12月的时候呢 华为它芬兰的研发中心 揭幕的这个仪式的当现场的画面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就是当时时任芬兰住房与通讯部长 他当时就是为了华为的 等于是他们的研发中心开幕 当场在致辞 所以可以知道华为 他其实一直是有野心 希望可以研发出一个系统 也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鸿蒙 来取代 现在在市场上面最有占有率的Android系统 Android系统 所以其实 像我们一开始节目讲的 在3月的时候呢 于晨东他就已经说 我们有B计划 有Plan B 当然Android跟Windows是首选 但是呢 这个Plan B在适时的时候呢 可能也是要出来 接受市场的考验 所以这个什么时候可能会上市呢 最近他是已经有出来说话了 没错 这个华为的消费者业务首席执行官 也是CEO 于晨东呢 就对此也进一步透露称啊 他说最快今年秋天 最晚明年的春天 华为的这个操作系统呢 就可能会面世了 那他也表示呢 他的说法呢 是华为操作系统呢 是打通了手机电脑 平板电视 汽车 智能穿戴 统一成一个操作系统 兼容全部的Android应用 和所有的Web应用 如果Android应用重新编译的话 在这个华为操作系统上啊 运行性能提升超过60% 那华为操作系统是面向下一代技术而设计的操作系统 他是这么表示的 是 所以听起来他对他们自家的这个鸿蒙 是非常非常有信心 认为在秋天的时候呢 就可以上市 但是我们其实在这几天也 做了很多华为相关的新闻 对于鸿蒙他到底在技术上也许是成熟了 但是在市场的接受度上 他是不是可能可以取代Android呢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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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呢 这个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再请教授来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以下就是我们今天第二部分的访问 操作系统最重要的是生态 那么没有一些应用的话呢 大家就不会用这个操作系统 还有一个就是说 如果从纯粹商业和市场的考虑来说 那个华为如果推出一个新的系统的话 它应该会把这个系统的这个用户啊 这个就是其实最重要的是生态啊 所有的这些APP啊 能够非常容易的移植到 甚至做到跟安卓的兼容 也就是说 你自己可以在它的系统上安装 任何跟谷歌商店里面应用一样的这种应用 装到它的系统里面 那么其实中国大部分厂商已经都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你也知道在中国很多厂商 他们的手机在中国大陆使用的时候 是不可以安装谷歌商店的 所以这一点其实也非常容易做到 当然这一点也是一个法律的灰色地带 也许是不是华为可以发行一个 就是说有它自有的安卓系统的这样的一个 但是剥离了谷歌私有的这样一个框架的一个手机在海外 那么用户自己呢 也可以进行安装这个谷歌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有第三方公司或者另外一方公司 这个也可能会出现一个 比如说一间安装了懒人包 直接把华为手机就装上谷歌服 这都是从技术上都是完全是可行的 所以最重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个法律问题 就是到底法律问题是怎么结定的 比如这样的用户它算不算违规 所以其实在这个华为它如果之后硬体上 当然还是做的我想在全球上面是数一数二 但在软体上如果不能够使用安卓系统的话 像刚刚教授讲的它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比如说它是不是又可以提供一个 就是像一个硬体一个空机 那内建呢其实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德国的网友 德国因为在欧洲其实华为是算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手机的品牌 因为它的质量好 而且它的价钱呢跟苹果比起来是低廉了许多 所以其实在目前的这个生态环境影响下呢 对中国内地的这些华为的使用者其实影响真的不太大 因为他们所有不能使用的这些系统呢 比如说像是YouTube啊 像是一些Google Play啊Google Store这些的 原本在中国就是已经不可以用了 所以在美国呢大家也知道 华为在美国其实市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最主要最重要的市场呢 就是像印度还有就是欧洲这些市场 在这些市场上面可能对于他们的这些顾客来说呢 会造成目前啦至少他们心里面可能会造成非常的恐慌 因为很多他们熟知的这些软体这些app都不能够使用 不过呢你就可以像刚刚教授讲的哦 有人就说要推出一个懒人包 那你在得到手机之后呢 就下载这些所有开放式的这个Google 或是Linux它的系统上面已经是开放式的这些软件 所以其实影响真的会很大吗 其实听起来好像是有很多其他的方式 可以来在目前的规范之下运行的 但不过呢这就是要牵涉到美国的长臂法了 因为美国的长臂法其实 我们从孟晚舟案就可以略至一二哦 它的确是今天如果你的行为不是在美国 但是在这个内容上面呢是在它的长臂法的牵制底下呢 你就很可能会触犯美国的法律这部分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美国的企业也很懵啊 突然之间它突然又被受制裁了 突然这个又延后90天了 然后有这个中国的网友呢 有说川普是吃了拉拉了吃 对于这个90天延期这个说法 那至于这个到底受不受这个长臂法呢 其实我们也目前也不知道 我相信很多美国企业也很懵啊 那到底什么是长臂法案呢 其实美国法律管辖问题中啊 长臂顾名思义呢 就是一个州的法院能够将居住地在本州之外的一个人 或者法人一把给抓住 来拽到本州法院上作为被告 那除了本州之外 这个情况也有可能适用在国外 就好像我们之前 我也提到这个孟晚舟逮捕的原因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长臂法案 那这项原则呢 也被人说是已经成为了美国维护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抓手 对所以现在其实在网络上很多不同的声音 当然很多的网友他们其实只要是一听到是华为 就认为这是一个间谍公司 所以不管华为做什么都认为它是错的 但是其实有很多欧洲的网友 他们其实对于美国川普像刚刚杨说的 这个吃了大大吃这样的策略 他们其实是非常负面的 认为美国有点无法无天了 就他们今天想要怎么做 他们就完全不考虑其他所有在这个系统里面 其他的生态 比如说像是欧洲啊 这些是就是依法来行事的这些国家 他们会觉得对于川普这样子的说风就是雨的态度 他们其实是非常不能够认同的 那其实我觉得在川普 大家如果他上任之后观察他的行为的话就知道 他在很多时候呢 是让大家不知道该如何接招的 因为他是完全 你不知道他是以一个这个商业的角度出发呢 还是是一个总统的角度来谈判 像他对于华为或者甚至是美国跟中国的贸易战 在过去这几个礼拜我们大家都是焦头烂额 因为就每天都是不同的发展 那在华为对于华为的禁令呢 他在下这个禁令之前呢 其实也许有很多的内容是他没有考量清楚的 比如说就是他今天不给了华为 就是今天如果他下了这个禁令之后呢 华为他要买任何的像晶片啊 或是任何美国的产品都需要经过美国商业部的核准 在这个方面呢其实是不是美国他们其实才会是成为真正的输家 其实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说法 于是有这个网友又说了90天嘛 那华为就把以后所有的这个需要买的东西一次性买完 那晶片就是把90天之间全部买完 没错 然后可能华为是有这个钱的 对对 对现在有很多就是因为这大家真的是物理看话 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发展 所以晶片是不是在90天赶快把它买完 这个就可以让他们在营运了好几年不会受到美国的制裁 这也是有这种说法 所以其实就今天跟教授讨论到这一点 对于这一次的这个禁令颁布呢 其实对华为的影响到底是有多大呢 以下就是我们跟教授最后的讨论 谷歌对它的这个封杀可能 当然了对一般的这个用户来说可能会造成一些恐慌 但是我觉得当然对它的这个市场各方面都会造成一些打击 但是呢我就是不清楚 就是说从技术的角度来说 对华为的影响其实并不是太大 我可以这么讲 华为其实是在这方面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在各个领域都能做到比较强 这一点是比较厉害的 这点我不得不说是比较佩服的 因为在现在全球化的格局当中 你不可能做到每一个领域都很强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教授他没有讲完 就我们到时候会再做一个另外的报道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教授说了什么呢 就要关注我们接下来的报道了 所以就要讲到其实华为他在这个科技的领域呢 大家对于他比如说晶片他没有办法自己制造 或者他的这个操作的软件 还是以Android系统来当做是他们主要的系统 其实大家好像都会质疑 为什么华为这么大一个公司没办法自己自足 不过其实就像刚刚教授说的 今天在科技的领域呢 所有的小环节都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资本投入去研发 所以华为其实在这整体来说 其实在全世界的这些科技公司里面来说 其实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 那华为集团的创始人任正非呢 他也就是在周围的时候 在他深圳总部以座谈会的方式 接受了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的媒体访问 对于这个90天的临时执照呢 他就笑说其实对他们来说没有很大的意义 他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来应对这些挑战 同时呢他也还不忘客套一下说 他非常感谢美国的企业为我们做了非常多贡献 我就听不出来我觉得他话间可能是有点讽刺的意思 他说我们很多顾问就来自美国IBM等等大的企业 意思是不是就说其实大家都看到华为的这个潜力 所以愿意从这些美国的本土企业 他们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美国政府做的事情呢 他这边就是非常的圆滑 说这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 然后他还接下来说了 就说我们也不会 他说我们的产量的能力还是很大 这样子的制裁呢 其实并不会对我们的公司造成负成长 也不会对这个产业做出伤害 他还说到了不要排斥美国的芯片要共同成长 但是如果出现供应困难的时候呢 我们有备份 我们在和平时期一半是来自美国一半来自华为 但是呢 希望意思就是说他们希望接下来可以共同的成长 但是如果美国这方面不提供他们的话呢 他说他们也会有自己自足的一个配套措施 在芯片这方面呢 其实目前我觉得他这个说法是大家比较质疑的 因为他现在其实虽然是跟英国的公司Arm 他们一起在制造这个 他们的自己的芯片 但是有没有办法真的完全提供他们所有的手机上面的需求 这其实是有值得质疑的 那他们另外的其他的这个芯片呢 其实是比较低端的 所以到目前他是不是真的在芯片上面可以不要依靠美国呢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可能他是比较乐观一点 然后他又说到了美国的政客目前的做法低估了我们的力量 目前遇到这些事情呢 他说我们觉得很平常并没有被吓到 可能也就是在说这一路走来 其实他们一直被当作是一个间谍公司 所以这个大风大浪旗都看过了 最后呢他就说到现在目前 在中国国内对华为有两种情绪 一个是非常鲜明的爱国主义是支持华为 另外一个呢就是对华为绑架了全社会的爱国的情绪 是非常对立了两种不同的这个情绪 他也说到了这个苹果 他的等于是他的竞争的对手 他说他的小孩呢 其实是非常喜欢苹果的 这个是他的小女儿 小公主 对小公主你可以看到他手上拿这个手机呢 其实就是苹果的手机 所以他说他 他的家人在用苹果手机 这的确是非常真实的 而且他的这个小公主 他也完全没有想要做任何 帮他们家做任何的这个宣传 我每次看他这种手机呢 其实就是苹果手机 当时孟晚舟在温哥华被逮捕的时候呢 身上搜出来也都是所有的 好像是有五个不同的苹果的设备吧 华为可能就是好像只有一个 我觉得也有一个可能是说 这个小公主她不想被贴上华为公主的标签 就是跟一群朋友玩的时候 大家都说哦你用华为的手机 就会感觉比较特别啊 对 这小公主感觉也是她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个女孩子 之前也爆出她好像 参加明园舞会 对对对 其实对于跟家里面的这个 应该说她是高调 但是对于跟她家里面的联系 她其实这方面又是显得低调 所以她爸爸说的没错 他们家人的确是很爱苹果的手机 她自己的女儿就是一个苹果手机的爱好者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在秋天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新的鸿蒙的系统呢 我想目前今天至少我访问听下来的结果呢 是在技术上面相信这个不会是一个问题 在软体上面呢 其实也不是问题 因为所有的这些科技现在都是在一个开放式的平台上面 在Linux上面呢 让大家可以自由的使用 但主要的问题呢 就是美国政府要如何去界定 这是不是违反了这个公平交易法 还有智慧财产权这方面 可能是接下来在这90天当中呢 我们还要再持续关注的 所以以下就是我们今天在聊天室的讨论 不知道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不知道您对这个鸿蒙 是不是有比我们更多的了解呢 也欢迎您留言跟我们进行讨论 也要请您来订阅我们的明镜聊天室 我是维仁 我们下次再见